十二,趋吉避凶 趋吉避凶,走捷径 走起取巧,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行 一夜保复,一夜成立 有了钱之后怎么怎么样 当然,有没有可能,我们常人是不可能 但是通过一些数法 通过一些这些,养一些 就是说,一些阴的,这些灵的东西 借助他们 短时间,可以扭编一个事情 甚至说,就是命数,跟着干 但是那些东西,你知道要消耗什么 第一个,消耗自己的福报 第二个,就是影响周围的人 你忘了周围,就是突然的这样,都会磕伤别人 有时候不在乎,所以说,这种人就不能给你用 而,真正 什么事情,应该趋吉避凶 什么人,应该做 一位君子魔不为小人 你要是整体的,给他一个向上的,向善的导向,人生规划 我们现在也在讲 在君子困顿的时候,给他一点波,吃点迷津 这些 那当然,你也是功德 他也更有希望 你当你考59分 差一分就能及格的时候 你就住在一批之里 如果这个人不行,那就要注意了 所以说,不管是找师父,找徒弟 这个道德理 这一束束才能 一定要得本才末 不能道果为因 本末导致 临阳颠倒混乱 这就 世道 就乱了 祖传非人 对吧 其实,阳剑就是我们普通的道理 一些计谋 心计兵法 计划 计划 这些也都算什么 在区域区 这就说 还有 就说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对不对 有些人说傻 是诸葛亮傻 是吧 他如果不下山 他很快乐 也不至于是后续的这些 但是 他也不会出名 他也不会流名万代 下旧万代都在祭奠的 都在能量 都在 供奉的 他的子孙后代 也不会 延绵不去 他自己 我们都说了 人不是一辈子 你真正那个的话 自古 有这种气节的人 文死贱 无死战 你死得其所 有价值 就是 孔子 虽非 当时的知识能臣 但是后代的万神是表 他的 子孙也是同样的 到至今 还保其不衰 所以说你说傻 我就偏向胡认 那有些人确实是傻 那傻 那傻 那不能傻 对吧 所以说 你如果是凡事都去移民心 你下一次再轮到他的时候 你会这个 坎会更大 你会更不知道怎么去应对 你这种赌 你内心也是坦德不安的 天网会会疏而不漏 好